今天讓我們來看 怎麼樣做一個解說式的影片 也就是有兩個影片對不對 其中一個影片我把它縮小 再放到右下角 左上角 讓它同時播放呢 好 各位大家早 今天我們來看一個技巧是 在Final Cut Pro裡面呢 如果啊 你想要錄製 教學 或者解說 會常常用到的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就是 可能有同時有兩個影片或者三個影片 甚至更多的影片 這時候呢有一個主要影片 次要影片呢 可能是這個人像在解說 這個人解說的時候呢 這個 我們把它縮小 縮小以後呢放在哪裡 放在右下角或是左上角 放在一個其他的位置 讓影片呢 同時播放這兩個 或同時播放更多個 影片 好 那在Final Cut Pro裡面呢 怎麼製作呢 當然首先我們已經先把 影片先預備好了 預備好了 那在主軸上面有沒有 這個主要的軸上面呢 我們會放的就是 主要要看到的這個大螢幕的一個畫面嘛 那接著呢 次要的 影片就是那個小影片 我們呢 就會放在這個主軸的上面 放在這個主軸的上面 所以 你如果有很多個呢 它的上面有沒有 我可能會有放很多個小影片在一起播嘛 所以呢這小影片我可能就放在它上面喔 那現在呢 這裡面有兩個 好沒有 沒有問題 首先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想要在解說 這個的時候呢 上面這個影片這個人呢 會在哪裡 會在右下角 而且要縮小 要不然它就整個蓋住了嘛 有沒有 這時候它就整個蓋住了嘛 所以呢要先把它縮小 那 縮小的第一個步驟呢 所以我們要先用 裡面的兩個工具 Final Cup Pro裡面的兩個工具 第一個工具是什麼 裁切工具 CopTool 我們要先CopTool把它先做裁切 把這個人做裁切 所以這個影片裡面的這個人呢 要做裁切呢 你就不用管到 後面還有塑膠袋怎麼辦 沒有關係 應該裁切嘛 所以呢先使用呢 這個上面有一個Cop 這時候它上面會 出現一個藍色的 有沒有 有一些淺 淺藍色的 有點紫色的這個字 接著呢上面影片上面呢 出現八個 八個一個點對不對 這個點呢 要留稍微留意一下 有沒有這點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呢 用這個點 拖曳 拖曳成我們要的一個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 拖曳錯了怎麼辦 你會說要不要拉回去嗎 整個拉回去再重做 拉來拉去各位手很容易受傷 不用這麼麻煩 這上面有個reset 按一下reset 它就會還原了 它就會還原 所以呢我們再回來 再做一次 這時候有沒有 快速的 我把這個人 我已經裁切好了 裁切完以後呢 第二個動作 我們要把這個人縮小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 步驟很重要 第一個動作一定是先做裁切 第二個動作呢 才是做什麼 第二個動作才是做 變形 把它縮小 移動位置 變形裡面包括移動位置 還有包括什麼 縮小 放大 縮小的 動作 所以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 再點選 transform的功能 這transform的功能就是 變形的功能 我們點選它以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點不一樣了吧 現在變成 小圓點對不對 有 六個小圓點 八個小圓點 那八個小圓點裡面呢 中間這個中心點要移動位置用的 所以呢 我要縮小它呢 在這個 八個點裡面 你就可以按著LT呢 等比例的來縮小 好說到你要的位置以後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往下拉 那當然你也可以 在這個上面有沒有 這個可以調整它的方向 你可以調整它的方向 好 那假設呢 就是這個大小 好那假設呢 那我們就 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 放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 縮放 縮放的比例跟大小 不滿意 一樣的 上面有一個reset 它就會還原了 不要再人工去來 把它調整回來了 太麻煩了 所以呢 再來調整一次 好移動位置 這時候它會有一個外框嘛 這時候有一個外框你會看起來 那實際上撥起來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來撥撥看 這個撥放軸上面按一下 好不好 直接找 它幫你 預設 如果找不到不配的 這是實際撥放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你是調整完以後這邊呢 可以把這個藍框有沒有 按一下 紫色的這個框按一下 這時候呢就 回復到正常的 一般模式 而不是在 編輯 應該說而不是在 編輯變形 或者是 編輯 那個 COP的功能 有沒有 裁切的功能 那當然 在這裡面有一點要 稍微留意的事啊 如果你這影片很長啊 或者有很多段的話 你一定要留意 你要編輯 這個 COP或者是 Transform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 播放軸 放在這個影片的上面 播放 影片的上面 要不然你會發現呢 你有時候呢 這個播放軸放在這上面的時候 我點它 請問各位 一個小問題 我現在到底是 在編輯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這裡有一個影片嘛 下面有一個影片嘛 你現在是不是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是 在小 小的這個圖片有沒有 被我縮小過的圖片上面出現藍色點嘛 但是有時候這個藍色點會沒出現啊 沒出現的時候代表一件事喔 你可能沒有 它沒有選到 特定的圖片喔 或者你的播放軸不在上面 所以你選不到 所以這時候呢你可以點選 播放軸同時在這個影片上面再點選它 這時候才是調整 外面跟 裡面的一個技巧 你要記得的就是 要調整哪裡的時候 一定要播放軸 在這個影片的上面 再去做調整 要不然你可能 在這個時候調 撥放軸在這 你要去調它 可以嗎 有沒有發現 畫面 好像沒出現 有沒有 這就是常常 初學者 發現說 怎麼找都找不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我怎麼點都點不到它 因為你的撥放軸 OK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收看 etic 친구� 你的時間 好 吸引 接什麼 囉 嗠 嗠 嗡 嗜 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